44岁的男子参加同学聚会被狂灌酒 回到家就陷入了休克昏迷 被送到医院时 已经处于病死状态 医生只是看了一眼就断定他活不过今晚 从我外科的原则上来讲 这个病人是做不了手术 就没有那个希望做手术 他的病情我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说是夸张的成分 只有比我说的更严重 原来男子在朋友的劝说下喝了几斤白酒 不省人事地回到家中 客下一秒意外就发生了 男子突然摔倒在地昏迷不醒 妻子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 救护车赶忙将他送到医院 急诊室的医生立即上前检查 发现男子双侧的瞳孔已经散大 这是脑死亡的特征 以此看来男子不是单纯喝醉酒那么简单 看完脑部CT后 医生更是倒吸一口凉气 他现在的诊断考虑一个病 叫朱网膜下伤出血 出血量非常的大 很兴奸 现在看这个人的两个瞳孔都已经散了 我想你们应该能庆祝这瞳孔散 这个人意味着什么 你这病人非常重 可能需要急诊上手术 瞳孔散大意味着濒临死亡 他的一只脚已经漫入过云关 妻子怎么也没想到 丈夫只是喝醉酒摔了一脚 怎么就没了 他紧紧地握住丈夫的手 希望这样能给予他挺过来的力量 而另一边 医生也并没有放弃 而是积极地联系多个科室的专家过来会诊 作为医生 就此服伤是他们的天职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他们也会拼尽全力抢救 此时神经外科的医生匆匆赶来 各知男子是醉酒后无意识地摔倒 第一时间查看了CT影像 发现男子有严重的脑挫裂伤 病伤有大量出血 无论医生如何用强光照射 瞳孔也没有一点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立即进行开炉手术 但医生很快发现棘手的问题 患者的呼吸道和消化道有大量的血液 这说明患者体内出现大出血 被救活的机会维护其微 医生找来家属进行紧急谈话 妻子听完医生的话 双眼失神地望着丈夫 她躲在一旁偷偷抹泪 她不敢想象没有丈夫的日子 她不断地哀求医生救救自己的丈夫 但医生强调 以男子目前的状态无法做手术 这就意味着老公没有被救活的可能 妻子彻底失望了 正当他准备去办理退院手续时 情况出现了转机 在急救药物的不断输入下 男子的瞳孔有了反应 这意味着男子具备做手术的条件 医生决定把握住此次机会 赶忙喊来家属询问是否同意做手术 妻子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但手术的风险却是他不能承受的 患者的死亡可能虽然也是有的 有之有的 而且不幸 明白我的意思 是说能救回来百分之十的可能性 也是什么状态 长期的昏迷死不了 没有自己的不幸 长期的植物生存的状态 明白我的意思是 死亡还是植物人 两种结果都是妻子不能接受的 但面对这次民族珍贵的手术机会 他不愿放弃 最终妻子强人泪水 颤颤巍巍地在手术同意书签下字 签完字后 他来到丈夫身前 深情地望着他 这或许是他看丈夫的最后一眼了 很快丈夫就被推进手术室 这是一场与死神搏斗的手术 手术室内无影灯下 所有的医生都全神贯住不敢出差错 因为任何小出错都有可能夺走男子的命 最后历经六个小时 医生成功将男子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 但遗憾的是 颅脑创伤后的严重后遗症将绊肥医生 丈夫现在成了一个植物人 康复的希望很渺茫 但妻子还是每天细心地照顾 他相信一定会有奇迹的发生 现在家里的定粮住到了 以后家庭的重担全落在妻子的身上 没人知道男子是否还能康复起来 但可以肯定的是 妻子对丈夫的心意一直都没有变过 希望男子在妻子精心地照顾下 能够快点好起来 据统计 每年银河酒而意外身亡的人数高达300多万 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数据 再次也提醒屏幕前的朋友 喝酒一定要适量 不能逞英雄 这不仅是为了你的健康 更是为了关爱你的人